好的 主播各位觀眾 我們現在接獲了最新的消息 也就是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 他的搭乘的專機 現在是已經抵達了廣島機場 而這次呢 澤倫斯基其實是搭乘了 法國政府的專機 而是在台灣時間下午的2點35分左右 是降落在廣島機場的 事實上澤倫斯基 這次閃電造訪日本呢 就像大家現在在畫面上看到的 在我背後 其實是有日本的鎮暴警察 他們是全副武裝 甚至是帶著盾牌出來 身上也穿著防彈衣 而根據日本政府的這個發表呢 其實他們當初呢 是一共調派了24,000名警力 到廣島這邊來戒備 但是有4,000名其實是備用的戰力 不過因為澤倫斯基即將要到日本 所以他們也緊急的 將這4,000名備用的戰力全部丟出來 而這在我背後的這些鎮暴警察 或許就是日本政府所說的備用戰力 而他們希望呢 這些所有的整個警力投入之後呢 要做好 維護澤倫斯基安全這樣的一個工作 而澤倫斯基呢 這次閃電造訪日本 事實上整個日本政府 可以說是保密到家 到昨天才終於洩漏了口風 就是澤倫斯基今天會來到日本 而事實上呢 在今年的3月當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前往烏克蘭拜訪的時候 當時呢 據說澤倫斯基就已經提出 希望能夠在19號 也就是峰會的第一天 就來到日本 和G7的領袖們 一起坐下來開會 不過因為後來呢 烏克蘭這邊呢 是因希望澤倫斯基 能夠先去燒地阿拉伯 參加阿拉伯聯盟的峰會 因此才將整個行程 往後順延了兩天 而事實上澤倫斯基當初呢 本來是說要用視訊的方式參加 他安排的時間就是在19號 不過在峰會前一天呢 是突然決定移到21號 當時大家就在猜測 是不是有什麼狀況 結果沒想到 這個狀況就是澤倫斯基 本人要來到日本 而現在呢 澤倫斯基他的座機呢 是已經抵達了廣島機場 預計等一下他就會進入到廣島市區 並且往G7開會的飯店移動 以上就是我們掌握到的最新消息主播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